欢迎来到这里说事 拍照也能挣钱吗 我跟大家讲 最近诞生了一个新职业 职业拍客 通过拍照都能挣钱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前不久 济南的很多人在朋友圈中互相提醒 大家行驶到某个天桥的时候 千万要注意 这个天桥原来是没有交通监控的 所以经常有人双黄线挑头 并线压实现 大家都觉得没啥事 因为反正没有监控摄像头 结果最近就有几个人 天天趴在天桥上 去拍摄机动车的违法违章行为 这些人为什么要拍这个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在去年开始 济南交警部门推出了一个 随手拍举报违法的活动 任何人你只要在大马路上看到 有人交通违法了 不管是围停闯红灯 双黄线挑头 并倒压实现 你都可以拍 只要你拍摄下来 把这个照片传给济南交警 交警部门经过认定 这个人真的违法了 对这个违法人进行交通处罚之后 会直接奖励给你20块钱 所以你看 还真是有有心人 记者就采访了其中某个人 他就说 他知道这个天桥这没有监控 所以常年 有很多人行驶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他就不注意 因为他认为没有监控 就不会有罚款 所以他就天天待在这 就拍这些违法行为 拍到之后就传给交警 来挣这笔钱 很多济南人的朋友圈 传的就是这个事情 提醒大家 再经过这个天桥的时候 可就得小心了 消息传出来之后 济南交警部门也出来回应说 他们现在不鼓励这种 职业的抓牌师 如果老百姓 随手你拍一个违法行为 经过确认了 给你奖励 如果有人职业去干这个事 那么一经查实 交警部门可能会取消奖励 但是该处罚的还得处罚 这个事情就有点像很多人 都听说过的职业打假时了 我们以往的节目也介绍过 按照我国现行法律 你到超市去 哪怕你买一个面包 如果确认了 这个面包是假冒伪劣过期产品 那么超市就要赔给你 十倍面包的价格 或者赔给你一千块钱 买一个面包三块五块钱 一旦是假的 超市得赔你一千块钱 所以真的是催伤了很多职业打假时 人家就专门用人家的火眼睛睛 去盯着各大超市 有没有过期产品 有没有假冒伪劣产品 很多超市也苦不堪言 甚至有的相关法院也做出规定说 他们不支持职业打假 职业打假的人呢 就不给你赔这么多钱 其实啊 有的时候我也想 相关超市也好 交警部门也好 法院也好 真是没有必要去区分 他们是职业打假呢 还是随手拍 因为不管他是职业干这个事 还是业余干这个事 人家抓的都是这个社会中 各种各样的违法违章行为 人家必须没有直接去诱导你犯罪嘛 真的是你超市 把过期视频摆在那 职业打假时才能发现的 真的是我们很多机动车驾驶员 看到没有监控摄像头 就放松对自己的要求 就随随便便违章了 咱们这么说吧 正是由于有了这些职业打假人的存在 才让超市也好 才让机动车驾驶员也好 提起十二万分的小心 认认真真的去执行我们的法律法规 人家在拍照和打假的时候 获得了点奖利 或者说人家拍照和打假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自己挣到钱 我觉得这也无可厚非 我们真正应当做的是 管束好自己的行为 当我们都严格守法的时候 让这些拍照的人 在那个天圈上待一整天都拍不到一张违法的照片 那还能有什么职业拍照人了呢